《冰与火》是王一博主演的现代剧,作为男一号,他的表现其实对这部剧的口碑影响不小,我不算太勇敢,不敢轻易点评他的演技,如果说他演得好,会有人说你这个尬吹,你收钱了吧? 如果说他演得不好,也会有人说你这个黑子,你收钱了吧?好像还真没有,就连看了很多遍的《重案六组》里,记住的也是那些老演员,这部剧的演员配置不低,王静松,刘亦军,张志坚,龚磊,田小杰,在我眼里,这些实打实都是出色的演员,众人实柴或艳高,一部剧不是一个演员就能成就的,优秀的演员们凑在一起认真创作,才会有优秀的作品,从最开始回到进毒队, 再到单独问林局长如何看待杨兴权,是否知道杨兴权涉毒,再到两个人在车上的一场哭戏,如果这部剧是按照剧情顺序拍摄的,我认为,王一博作为陈宇这个角色,是逐渐融入角色,并且,跟对手演员在互动上,有了逐渐深刻的共情,王一博在剧中和郭小婷扮演的杨玲是情侣,甚至还在剧中分手了,直到他抱着父死的决心与杨玲告别, 其实那场戏是有一点感人的,但整部剧中,我确实没有感受到两个角色之间的爱意,他们更像是要好的朋友,这剧本身主题,也不再男女感情线,更侧重于兄弟情,再说跟陈晓扮演的吴振峰的兄弟情, 从我的感受看,他们有几场戏,很像在闹脾气吵架,一直到两个人一起在码头抓人,包括后来去猛卡之后被关在一起,才让我看到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,流量明星是演艺人员中,风险系数比较高的,他们的粉丝和流量是他们本人的商业价值,希望明星们珍惜自己获得的机会,用好的作品跟观众对话,这样在遇到一些八卦攻击的时候,会有更多人为你们发声。 感谢观看